崔永元首思范冰冰事件升级。 国税总局下令彻查,无锡地税已介入。 最近把审都被崔永元首思范冰冰,华裔兄弟的吸引了,相信把宝门和吃瓜群众更是如此。 本以为受到股票大跌的华裔兄弟会先应急处理,但是昨天华裔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,副董事长兼CEO王忠磊,华裔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,董事,华裔兄弟电影总经理叶宁公开亮相,面向媒体公布了H计划,代表,Hot,Hit, Horizon。 也算是对崔永元首思华裔兄弟的侧面回应。 H计划包揽了2018-2019的院线大片名单,包含了冯小刚、徐克、管虎等国内大导,不仅如此, 还集合了国外龙田杨二郎、巴塔萨克马库、彼得伯格、保罗费格、皮埃尔默瑞尔、道格里曼等导演,征战大荧幕。 巴沈最关心的还是联合冯小刚导演的首期二,也是崔永元首思的导托索。 。 巴沈以外的是,本以为华裔兄弟会回避这个话题,没想到竟是面向媒体公布首级原班人马在聚首,在紧张的拍摄中。 看来崔永元首思的在微博上掀起的波浪,并没能波及到华裔兄弟和冯小刚导演。 。 。 小崔首思的脚步没有停歇的意思,看样子是要和华裔兄弟斗争到底。 此次华裔兄弟正面回应手机二拍摄事宜,也算是面向媒体侧面回应小崔的首思。 夏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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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